各位觀眾碰到端午連家 我們來到台北市立田徑場 我們已經進行的是木蘭女主組聯賽的第九輪的賽事 由地主台北熊戰迎戰的是花蓮 這場比賽雙方鹿子水手 關乎目前聯賽第一名的位置 會不會因此有所轉變 目前花蓮是未嘗敗擊 也是現在亞洲 從培訓的一個裁判之後 對 現在準備進入競陰 這個球掉了啦 哎呀 這個球沒想到 剛剛我們高調眼看著 然後教練喊著危險的 這球就漏掉了 就進去了 來 我們來看看 剛剛這個進球的精采的慢動作 哇 這個球掉了 因為掉了夠深 對 相當好 漏了一下 對 羅涵靖他上來的時候 他想選擇這個球把他接起來 事實上 因為在面對風線上的一個壓力 他應該要選擇拳頭把他擠出去 對 漏了一下結果後來就讓 這個雅蕙把球給頂進去 那不需要跑得很快或是說 只要你組織夠好 葉獨能力夠的話 默契夠好 其實很容易就突破了 球人在華領隊的腳下 從右邊推進 哇 直接進球啊 哇 八萬 這馬隊隊長你可以看到 八萬今天神來一腳耶 對 哇 這個球太漂亮了 這八萬是這一個球 是今年球季進的第一個球來看看 他突然間抽冷箭啊 又高又遠 叫剛剛好的角度 八萬拿球給中間 俞瑩漂亮的閃身 好 球有機會了 左腳射門 哇 又來了 哇 這一場比賽怎麼花蓮對決有如神助啊 這剛剛這個球的角度 吳世平相當漂亮耶 對 這一波應該要回溯一下 那 俞瑩的一個傳球 那不是這個進球 在進球的之前的時候 藝人做一個展身 改變方向 那這種輕鬆的一個很突破 看到思平 跑支線 傳中的一個突破球 力道 角度都相當準確 可惜齁 我們新慧在持接球的時候 並沒有很明確 OK 我們球 終於送出一個很老的朋友 再給他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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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慧 有 有機會 有機會了吧 有機會 單倒 擋掉 洪林這個球太精采了吧 我們來看剛才相當漂亮 新慧這個球相當漂亮耶 其實這個角度 而且射向 眼珠第一球也相當不錯了 對 有機會 新慧繼續拿球 年紀輕輕耶 哎呀 這個球 有機會 射門 暴力射球 真的超級暴力射球耶 這個球進了 精采 來 熊戰場比賽 個人他們進的 全隊進的第一個球 16號的王玉婷 來 看正盤動作 這個球照理說 原本以為是漏了一下 沒機會了 結果是長射 應該是要開後面的根柱子 第二根柱子 遠的 遠的 有機會 來 頭錘 這頭錘的漂亮 紅鄰門將接的更漂亮 台北熊戰現在在防禦線上面的守門眼 其實他一個圓挺 他可以用 他大概大專的時候 也算是一號守門眼 機會 漂亮 頭錘進去了 哇 這是個超遠的耶 頭錘的球 哇 怎麼會頂這麼漂亮 特別是這樣的一個角度 他能夠做公升之後 然後一個擺頭 完全碰到了門將的一個角度 來 我們看剛才那個精采的這個慢動作 太精采了 眼看著這個球機會不大呀 剛剛好 從角度到高度 彼此相信對方已經有很好的角度 事實上 左邊凱琳那邊的位置是更加理想 哦 星會相當快的速度 掉中間 有機會啦 有爆力射球 有機會啦 有爆力射球 當然了 地主就是歸地主 地主 地主 雅涵 隊長 這場比賽63分鐘 爆力射門起腳 攻進今年度個人的第二個球 這場比賽也為熊戰拿下了第二個球 哇 這次的世界波也要讚賞星會 終於也發揮他個人的擅長的一個推進 要是沒有星會他用一個長距離的一個波球 利用他的速度擺脫 往右邊 把所有人都移到中間的時候 回傳45度給我們雅涵 哇 這次世界波真的是太精采了 好 花蓮這個時候啊 當然要把他們的小將 林曉筠要換上來 哦 把老將 非常的全隊的正宗主力都夠 盤文靈換下來休息 哇 這個連續兩個小高調球要給曉筠 曉筠速度壞 剛上來 但是熊戰手在前面 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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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穩的 把球趕快交給門將 哇 曉筠又撲上來 哇 我也顯得就是他的救救了 這個是想不到啊 這個球幾乎是沒角度的情況之下 曉筠啊 這個球進得精采 哎呀 剛上來那個體力 看多好 擋了一下 左腳擋了一下 然後上去 門將也撲出來了 就是這麼樣的小的角度進球了 林曉韻攻进 今年度联赛个人的第二个球 华联边线球发进来 速度相当快 中间往右边给空了 雅辉自己个人单刀 在斜船 再停了一下进去了 又是尸体 今天简直是精彩到一个不行 74分钟 吴世平再进一球 吴世平这场比赛又玩了帽子吸法 连两场比赛戴帽子都是帽子吸法的 吴世平来看看这球 雅辉横斜船 原本看了世平这球应该是稳不住了 对 特别是要赞赏雅辉 他其实自己这个推进算是一个面向守门 一个单刀球的 他只要用力射向门 门柱的远柱第一球的时候 这个球应该也是很有机会 舒静宇这球也没够到 但没关系小猪在后面拿到了 但是三屏球员花莲在前面 好继续 潘胜华再拿球 一样 这个起大脚咯 没有什么杀伤力 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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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但是我们看 池惠这个脚 有抽筋 有抽筋 对 相当的精彩 今天的确是匠士用命了 哇 池惠这个球 非常精彩 而且这两波的 我们可以看到台北熊战 完全去突破了花莲后防线的夜卫陷阱 从中场上面来做突击 大家都认为很明显的 他在封线上面是一个夜卫 但是事实上这个球 池惠从后面突击上来 是完全是空了 对 眼看的好像 怎么突然就杀出来 这个球相当精彩 而且大家都认在那边的时候 以为池惠控的球 并不是相当的理想 他硬是把右脚把球捅进去 哇 这个球 小云速度快 有机会吗 后面阿诺跟他在跑白米 我们这样出来了 小吊球 打到柱子 再来 回头 还有机会 又进去 哈哈哈哈 林小云 不得了 林小云个人秀 89分钟 林小云 这场比赛 个人攻击吊球 各位官长 这场比赛 我可以说是花莲代表座 真的花莲代表座 你可以看到两个实力相当 是是是 两个是跑白米 这个球眼看的 结果是中柱子 中条啊 小云回头再来接 熊站两名球员过来回防 小云乱军当中 起脚一样是进去 阿诺挡在前面 是球没挡到 这简直是神乎奇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